大家好 歡迎回來這個FORCE看什麼CALL 這次很厲害 巴士幣 其實我上個星期已經看過這套 DUNE 沙幽航戰 我是打算立刻錄的 但我隔了一個星期才錄 但其實我講這套電影之前 我要理新一下 其實早在這套電影之前 我已經知道它的背景故事 為什麼呢 我不是看什麼什麼 我第一次接觸這套沙幽的背景故事 是因為我玩過一隻 我年初玩過一隻BORD GAME 它是用這套電影的藍本 它連男主角的頭像 它也是用了現在男主角的影星頭像 去做的一隻BORD GAME 所以當時我玩這套遊戲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這套電影會在9月10月推出 那時候其實我是沒有太大期望 對這套電影 雖然它的BORD GAME是好玩的 即是它的BORD GAME是中策略的BORD GAME 它的BORD GAME是好玩的 但我因為太多這些電影主題 改造BORD GAME 隨便做一個IP 例如星戰Star Wars 就做一個IP去做的遊戲 太多這些東西 所以就算它是這樣做 我也沒有什麼期望 我反而有些擔心 我那時候玩完 因為我覺得這遊戲不錯 我就在想 會不會電影拍出來是很差的 你知道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未出之前 就吹得多厲害 Star Wars那時候789集 又吹到什麼新世代的Star Wars 又有什麼賤 而這套DUN 他吹到又說 什麼新世代的魔界 新世代的星戰 吹論 之後那些影評人又說 什麼神作 超立方那些 又說什麼 什麼站立股獎 百分鐘 很誇張 那究竟是不是 這套DUN 是否真的那麼賤勁 是否真的那麼神作呢 這樣說 我看完這套電影 我覺得 如果它作為第一部 即是一個新系列的第一部電影 我覺得是不錯的 整體 但是又未至於神作 但是 真的可以入場一看 因為 我覺得它整個feel 甚至是整個背景 它都是有在 還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入場一看的時候 我覺得它 哇 這整套根本就是Game of Thrones的開頭 完全完全一樣 如果大家有看權力遊戲 即是Game of Thrones 你應該會 你應該會感覺到 它的開頭 我不知道 我應該是 Martin去抄他 我不知道是誰抄誰 但是 根本是一樣的 又是 開場的起手是完全一樣 只不過是 背景可能變成星球版 即是宇宙星球版的Game of Thrones 說過故事劇情之前 有一點我覺得是不錯的 就是 它的選角 我覺得選得不錯 即是 你知道大片 很喜歡 如果你要拍一套新系列的大片 那你就要找一些 很大卡士的製作 然後就塞一些大粒東西 塞滿了 那就很厲害 又吸引到很多人看 這次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它選角的方面 真的選得很欺如其分 它裏面的角色 它全部都很配合 它的角色設定 甚至是 那種氣質 它都很配合 那個角色設定 即是譬如 男主角這樣 你一看下去 男主角 加上它的服裝設計 它是很體現到 那種 貴族的感覺 還有它媽媽的 那個選角也是 就是 它老豆 男主角 那個選角也是很霸氣 我覺得它全部都很欺如其分 這樣做到 它那個角色 要體現的那種感覺 它在選角那裏 我覺得是 真的值得一讚 還有 我有些遺憾的 就是 我那時候 入場看 其實我是看一般版的 我沒有看imax版的 因為我看之前 那些人就吹到多厭勁 有什麼賊 有什麼 我都在 有少少保留 對於這套戲 所以我就 只是入場看了 一般版的 但我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 大家如果未入場看 這套絕對可以看imax版 第一就是 它的配樂裡面 它用了大量的 一些很重的 Bass的成份 其實你看imax版 我覺得那個震撼度 應該會差很遠 還有它的服裝設計 和場面 我覺得 都是看imax版 應該震撼很多 特別是它有些打仗的場面 還有它有一些 它服裝上 我覺得它 應該都 有參考過 它原著小說的一些形容 還有你看到 它 這次的鋪排 我覺得是 挺正的 就是 它其實那個世界觀 因為我玩過那隻Bord Game 其實它就不 只是 好像這一部 只是集中在幾個種族裡面 其實它還有幾個種族 就是還有很多種族 是未出現的 但是 我不知道它是否 留在 就是Part 2 的時候 先說 因為它現在好像說 其實一看它播片頭 它就已經寫到明 今次這一部 是Part 1 就是它其實 應該是有Part 2 會不會 拍到Part 3 那些 我就不知道 但它應該是分上下兩部 它可能 遲些會介紹 或者在第二部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點 很聰明 就是 其實它都知道 它的背景 就是我想 他們應該 製作那邊 應該知道 背景故事 應該太過龐大 所以其實它在第一部 即是這一部 沙丘的Part 1裡面 其實它只集中了在 港主角的家族 跟著 它的死對頭 還有在沙漠星球 上面的一些本地人 在這三方面 不停 集中在這三方面 其實所以 入場看 就算你不了解 世界觀也好 其實都不會太過 迷失 即是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會不知道 如果它是世界觀太龐大 你又不知道它的背景是怎樣 你就會很迷失 也不知道它是哪個家族 譬如看 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看Game of Thrones的時候 我會看到 起碼第四、第五集 我才開始釐清到 他們每個家族 裡面的關係 以及裡面 每個家族的人物的關係 但其實看這部電影 反而它就很簡單 直接 而且它縮短了 它濃縮了 它集中了在這幾個家族裡面 所以你就很容易了解到 關係 又很容易 接受到 整件事是怎樣發生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作為第一部 開頭是屬於幾好的鋪牌 而且我覺得它的節奏 其實是前半段 因為它有多東西交代 其實它有多文氣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它的文氣 我又不覺得悶 因為它 可能它是用一些氛圍 你前半段知道它一直在鋪 但它在角色上的對白 是已經開始浸了一些 就是浸了一些信息給你 其實它們將會 會面對一些危機 或者 將會 糟糕的 就是它會一直 好像有條人 去引你去看 它將會怎樣 面對這些危機 怎樣糟糕的 所以 其實前半段 我覺得它 那些文氣 我又不覺得特別悶 因為它 不停滲一些東西 引你去看 後半段 它是怎樣說 它面對什麼危機 還有它 裡面實在 很多東西都沒有交代 它那個背景故事 很多人都 如果你是第一次進去看 你沒有了解背景故事 有一些地方 其實它是完全沒有說過 包括那些香料 它好像只是說過 那些香料很重要 因為它們所謂的 星際旅行 就是星際飛行 其實就是要用那些香料 但是它沒有說 exactly 是怎樣用 還有為什麼那些香料 除了這東西之外 是這麼重要 其實它在這個 這個世界觀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看 超立方說的那個世界觀 雖然我都不太喜歡看 它那些所謂的影評 但是我覺得它說的 資料性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一看 才入場 因為都是五至十分鐘的說完 但我覺得看完入場 整個觀感 即是你了解了基本的一些故事世界觀 你入場看這套 你就基本上不會不明白 因為它都很顯淺 因為可能它的電影 受限於它的長度 它就不可能像別人電視劇 將它的世界觀的所有東西 都可以說完 或者體現出來 所以其實它很多位都沒有說 包括其實這些香料 除了這些所謂的星際旅行 的作用之外 其實它是可以提升人的能力 即是可以令到人變異 或者強化心靈 你看到它 兩個家族 有個類似軍師的人物 他們都會反白眼 其實那些人物就是 它就是吸收了這些香料 去增強了自己的 腦部的運算能力 就變成了所謂的精算師 就是這些能力 那為什麼它要用人 不用電腦呢 就是因為其實在這個世界觀 很久之前 發生了一宗 人類VS這個機器 的一些戰爭 所以它之後 完完這個戰爭之後 它就訂立了一些契約 人就不能再製造人工智能 出來之類 所以它就變成了轉移去 吸收這些香料 去提升人裏面的個人能力 所以它裏面就有很多能力 甚至你看到它 男主角的媽媽 就是那個什麼姊妹團的人 那些人的 它那種所謂的 它就是可以說一些 不知什麼差事 然後又命令人做某些事情 它那種能力 其實都是吸收這些香料 就是引申出來的一些能力 所以其實很多這些能力 都是吸香料而成的 而香料本身 它是一種 也有成癮性的物質 所以其實它很多這些細微 其實它都沒有在電影裡交代 甚至它連那個媽媽的姊妹團 就是它的目的是做什麼 它好像都是一兩句 就交代了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這套 你會有少少招頭 就是看到它媽媽那一部分 你就心想 為什麼它媽媽會突然 逼兒子 去給那個帝王的真言詩 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你會不會不明白 因為它還要是很前部分 好像頭半個小時 就已經有這一部分 所以你未必會明白 它媽媽究竟在做什麼 那個所謂的姊妹團 那個真言詩又在做什麼 你未必會明白 但是你看完它的背景架構 你就大概了解完整套電影 因為其實它 它都沒有丟一些 說很複雜的一些關係 或者很複雜的一些 寓意很深的一些背景故事 丟出來 它都沒有 其實這套電影 我覺得是 在沙丘的世界觀裡面 算是它很集中的說了 前半段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蠻好的 作為第一部系列的電影 還有看這套電影 我唯一一個覺得 有點悶的地方 就是它那個男主角 不是預知的 就是經常發夢預知 預知這些東西 它那些預知的片段 我覺得真的有點old school 有些 它也是那些 閃避回憶片段 或者閃避片段出來 然後不斷在那裡 蒙蒙蒙蒙 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有些 好一點的表達方法 而不是這一種呢 因為 其實你這一種的表達方法 不是說不行的 但是 你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有 就是 那麼有那個 好奇心 引到那些人去看 因為有些人 是 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當然 他看到後面的時候 可能就知道 即是就知道 那些所謂的預言 是在做什麼 還有發生了些什麼事 但是 你前期這樣 蒙蒙蒙蒙 有穿插的片段 那些人未必知道 整件事發生了些什麼 整體來算 其實作為一個系列的第一部電影 他很容易就可以 即是很快 你看十幾分鐘 十五分鐘左右 你就已經很快 代入到他那個世界 即是沉浸在他那個世界上 所以我其實覺得 這套是好看的 至於是否 即是可不可以作為神作呢 其實我就要看下半部分 因為其實就這樣看 Part 1來算 他是一個 算是幾好的 一個起手式的電影 但是可不可以成為神作 那就要看下半部分 是什麼搞作 如果就這樣單看 即是上半部分 即是Part 1 我就覺得他 又未至於稱得上是神作 純粹是一套幾好的 一個開頭電影 是那些所謂的 預知飯之外 所以這套戲都值得看 如果你看這套戲 有得看IMAS 就一定是看IMAS 我想那個震撼度應該差很遠 我真的有點後悔 沒有去看IMAS 所以 我覺得他是有潛質 去成為一套 新世代的史詩式電影 可不可以超越魔界呢 就看他之後 Part 2的造化了 但我覺得他已經 作為一個開頭電影 我覺得他已經超越了 所謂的星戰 七八九 即是星戰的濕狗 不屌不鬆化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 所謂的 新世代 史詩級電影 可以去看這套 Dune 我覺得都不會失望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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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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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